歡迎回到KEN哥理財秀 我是阿哲 近期台北股市的震盪越來越大 而且呢 資金輪動的速度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迅速 一下子漲傳產 一下子又漲墊子 我想許多的投資人都開始覺得 盤很難抓了吧 也都不知道到底該將資金擺在哪裡 所以說究竟台北股市當中 還有哪些族群是值得大家 來進行關注的呢 今天我們即將在節目當中 來請教KEN哥囉 觀眾朋友們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先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以及開小鈴鐺喔 緊接著就馬上來請教KEN哥囉 我們來歡迎KEN哥 KEN哥好 阿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KEN哥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 最近的盤真的是不太好抓啦 而且盤本上好像沒有什麼明顯的主流族群 所以說KEN哥 您認為還有哪些族群是值得觀眾朋友來進行留意的呢 我想誠如這個阿哲所講的啊 都是土資人最大的困擾 是 哇盤勢啊亂跳 你真的不曉得怎麼去抓 是 在這裡啊 KEN哥還是教大家 對於未來趨勢可成長的產業啊 欸你就多去關注 是 反而他在低點的時候啊 你去關注到他啊 其實你獲利的空間啊 就相對性不錯了 是 比如說 之前大家所知道的未來是什麼 元宇宙嘛 是 那一些所謂元宇宙的設備的東西 其實相對性 它的需求一定會不會有 一定要有嘛 是 那比如說繪圖卡啦 主機板啦 CPU啦 這些等等的 其實後來 這個一定都需要它的東西嘛 所以針對這些的產業啊 多了去做關注 欸 你覺得應該不會吃虧啦 是 不過KEN哥 就像你剛才所提到的嘛 雖然說大家都知道 要投資未來的一個趨勢嘛 甚至可能有 像是什麼電動車啦 元宇宙等等 不過 KEN哥您認為現在 大家應該關注 在哪個族群上面呢 那在這裡啊 KEN哥他會教大家 因為產業之後 趨勢出來之後啊 當然坦白說 趨勢的發酵啊 都需要一點時間 是 都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把它總歸下來 我想 不用KEN哥說 大家都知道 是 元宇宙 這個是不是未來的趨勢 一定是 一定是嘛 是 電動車 是未來的趨勢 一定是 那這些虛擬的東西 出來之後 會產生什麼 虛擬貨幣是不是也是 一定未來的趨勢 沒錯 我想市場上 現在目前很多人在賣這種 所謂的 虛擬貨幣 但坦白說 它風險性啊 確實也都很高 是 但是要這些東西 虛擬的東西 都要什麼去產生 都要一些設備嘛 是 比如說我們繪圖卡 哦 那比如說一些CPU 哦 比如說主機板 是 等等 你都要升級 你才有可能 去享受到 未來的成長空間嘛 是 哦 像是挖礦嘛 像是大家 在挖礦也都需要 用到所謂的板卡嘛 對啊 對啊 板卡也都需要啊 是 所以說 KEN哥 聽您這樣子介紹下來 我們可以發現到 其實整體的一個板卡族群 好像用很多的題材面的一個支撐嘛 而且 聽下來啊 這些題材面的一個支撐力道 也都還滿強勁的 不過KEN哥 究竟啦 台北股市當中有 板卡族群當中有 跟韓瓜有哪些公司啊 我想 確實啊 市場上的板卡 他這個 韓代的租群啊 非常的多 是 那在這裡啊 我特別 把它整理出來了 是 我們把它整理出來 就分為三大部分 譬如說一個顯示卡加主機板的 那有單純做顯示卡的 也有單純做主機板的 當然還有其他家啦 還有其他家 歐之八整理出來說 大家可能或許在 KEN哥的觀念裡面呢 這些的廠商呢 我們可以稍微花多一點時間 去關注到他 各位就可以發現啦 未來的明星 未來的鑽石啊 就在這裡面了 不過KEN哥 就像您剛才所提到的 可能 公司有非常多家啦 那你這邊只是簡單列舉其檔 不過KEN哥 我們到底該如何來天前挑選啊 我想 最主要啊 就成如啊 這個 之前KEN哥一直在交代 大家啦 產業出來之後 再來看什麼 看他到底實力強不強嘛 是 實力強不強怎麼看 就看他過去的營收好不好 是 就看他的財報好不好 如果說這家公司都一直虧錢 那你跟我說這家公司 他實力很強 那坦白說這種 KEN哥比較傾向 不建議去投資這樣的一個公司啦 是 好啦 既然他是好公司 我們可以從過去他的財報數字 就可以觀察得出來 甚至由今年度的財報啊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想這個阿哲不用我說吧 是 今年這一兩年啊 這個投資市場上面啊 大家都有很好的收穫 是 相對性啊 這個廠商啊 這些 這些 這個商商的公司啊 他的營收啊 應該要很好才對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從財報啊 就可以分別把它列出來 是 比如說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我們 顯示卡跟主機板的部分啦 我們大概把它抓了出來 大概抓了七八家出來了 我們來看 這幾家我想大家都念得出來嘛 是 什麼華碩啦 技嘉啦 微星啦 陳啟啦 華晴啦 青雲啦 是 我想這幾家 市場上大家都知道 啊 這麼多 那我要怎麼看呢 相對性的 之前 Ken哥不是教過大家了嗎 我們來看他的財報 是 比如說 好我們看 2020年的 EPS EPS大家最關注了嘛 是 就是他 每股存力能夠賺多少錢 當然他賺的越多 對股東是越好嘛 是 代表是越賺錢嘛 欸 看下來最高的是誰 欸 華碩 是 是華碩 好那我們要記得啦 那我們再來看 今年度他表現如何 欸 前三季他已經43塊了喔 是 那去年整年度是35塊 是 欸阿哲這告訴我們什麼 前三季就賺贏去年全年度 對啊 是 第二檔 技嘉 去年度是 6.88 欸啊那 前三季呢 已經賺15塊18了 那也就是說什麼 已經翻倍了 已經翻倍又 倍又倍了 是 而且還有第四季的還沒加進去 對 這些都是第四季還沒加進去的喔 是 那 我舉這個例子來是要告訴大家 確實今年 每一家看起來 欸 營收財報都不錯 但是我們就相對來比較啦 是 欸 比如說華碩 他成長了一倍 是 欸已經 高過去年了喔 欸 哇靠 技嘉更厲害 是 他到第三季而已 他就已經成長 兩倍以上了 是 那當然還不到三倍啦 好那我們看後面的 比如說維新 去年是9.42 欸 第三季 到第三季而已 他也15塊囉 是 欸 他還沒到一倍 欸他還沒到一倍 跟前兩名來比好像 有點遜 但是 營收好不好 欸營收真的還是非常好喔 那看你包含後面的 陳啟啦 還是 華晴啦 還是青雲啦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欸 今年到第三季啊 每一家公司幾乎都已經超過去年的所 EPS了 整年度的 EPS了 是 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產業 確實非常的強 是 不過 Ken哥 就像你剛才所提到的嘛 我們 介紹這麼多檔的公司喔 然後又可以發現到 其實 這邊大部分公司啊 今年的前三季 都已經賺贏去年全年的一個 EPS了 所以說到底投資人該如何來做選擇嗎 是直接選擇 欸 本益比最低的 還是說 Ken哥 你有沒有什麼好的投資建議可以 可以提供給投資朋友來做參考呢 當然不是啊 Ken哥剛剛教大家只是一個技巧 那也就是 告訴我們什麼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些概念股 主機板加顯示卡的部分 近年度業績真的真的非常的好 是 從我們剛剛所看的 比如說主機板 是 跟這個顯示卡的部分呢 所有的加速 你看 哇 幾乎到今年第三季 都已經超過去年 是 的營收了喔 沒錯 那我們還沒看到 下面顯示卡的部分 跟主機板的部分 我們再把它 再來看一下下 顯示卡的部分 一樣 它這個 立台跟漢遜 各位看得出來 去年 EPS才多少 0.5 0.77 拍謝 你去看 到今年第三季 立台已經多少了 6.63了 那 漢遜呢 14.16 對啊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 確實顯示卡也是這種狀況 是 等於產業非常的強 那主機板的部分 我們馬列的精英跟印太 那 精英啊 去年度 EPS是0.11 那 它是 整個來看啦 是今年度啊 主機板表現比較差的 是 它還虧錢喔 虧0.08 但是呢 你看印太喔 印太是 它 去年度的EPS是0.8 欸 到了第三季啊 今年第三季啊 它也來到了1.54了 也將近翻倍了啦 對 那這個頁面 告訴我們什麼 當然不是從這個頁面去看啦 啊 你EPS超過去年度 我就來買你 是 欸 這麼多檔 坦白說 只有一檔 菁英沒有超過而已啊 是 那大部分大家都超過 怎麼選 那 這裡啊 Ken哥會教大家 這個圖卡告訴我們什麼 確實 今年度 顯示卡 跟主機板的部分啊 確實這個產業啊 非常的夯 營收業績啊 非常好 也就是說這個產業啊是 欣欣向榮向上成長的一個產業趨勢 是 那既然這個產業下來了 欸 當然 我們就可以去關注到 我們喜歡的個股 就可以去琢磨個股 這樣才是投資人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Ken哥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 投資人到底該如何進行選股 該從哪些面向來進行切入呢 是不是直接選擇本益比最低的 還是說Ken哥 如果要你選啊 你會選擇哪幾檔呢 要是我來選喔 Ken哥的選 選股的概念啊 原則上啊 大概會區分 除了他產業之外啊 再來就是 重要是什麼 未來他還有沒有機會再成長嘛 是 欸你總不能 你今年很強 哇 明年很遜 那怎麼辦呢 那那就慘啊 那原則上呢 要是Ken哥來選 我會選其中的三家 比如說第一家 是季家 第二家是華晴 第三家是漢遜 是 不過Ken哥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 我們可以發現到其實季家 今年前三季就已經賺贏 去年全年的一個EPS了嘛 那您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來進行切入嗎 還是說 季家在未來的一個營運方面 您有看好的地方 哇我想 除了這個 投資人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市場上的訊息啊 搜尋的大家都很快 欸 季家這兩個月啊 漲得快九成耶 是 哇那有人就講 欸Ken哥啊 這兩個月漲了九成了 你來跟我說 大家未來還會好 是 各位 今年度它表現得非常好 從這個表格上面 大家都看得出來嘛 是 再偷偷告訴大家 明年度啊 它還有雙位數的成長 是因為它是主要是建立在什麼樣子的力積上面呢 我想最主要啊 當然季家本身它的 產業部分啊 它的產業的部分啊 其實是欣欣向榮的 所以為什麼能夠把握到說明年度 它有 雙位數的成長啊 當然最主要是在業績的提升上面 因為坦白說很多的廠商啊 現在訂單都已經在手上了 是 啊訂單在手上 你就不用緊張啊 你就不用緊張啦 為什麼 因為明年度 他們都已經看到雙位數成長了 是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候 欸 我覺得季家可以 季家可以提供給大家 欸 去稍微稍微 參考參考 那麼Ken哥除了季家以外 另外兩黨的華晴跟漢遜呢 您看好的地方又在哪邊呢 華晴的部分啊 我們現在來說 華晴除了他現在目前的產業之外 我想這個上面表格 他修的大家都很知道 是 那重點啊 現在目前都移到 欸 他有涉入到什麼 元宇宙的電競的產業 是 我想電競產業 我想不用我說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未來元宇宙一定需要的是 所謂的電競產業這一塊 是 那他裡面的 明年度的成長相對性啊 他也來到了這個 雙位數成長啊 他們現在目前啊 也都已經看好了 是 所以華晴的部分啊 欸其實不用太擔心 而且華晴 不要忘了喔 他老爸是誰 是合作集團的 對啊 是 是合作集團的 那相對性啊 他們把這個部分啊 跨入到所謂的元宇宙 電競事業裡面啊 這個其實未來的可看性啊 坦白說我覺得是很高的 那看看漢遜呢 您看到好的點又在哪邊呢 我想漢遜啊 不用我說啊 大家也都知道 以前這個虛擬貨幣 這個 大家都知道 這個漢遜是第一大將嘛 是 只要談到虛擬貨幣 你就不可以忘了漢遜這檔標的 是 漢遜近期裡面的成長啊 標的也相當還不錯哦 但是啊漢遜除了 他目前 這個未來虛擬貨幣的成長以外啊 再來還有一個 他明年度已經跨入到 所謂的生衣的產業去了 您的意思是說漢遜除了顯示卡以外的營收 顯示卡營收以外 未來還有可能會有所謂生衣部分的營收 會來移住 他生衣部分啊 那個叫做捍衛生衣啦 是 就捍衛生衣啦 捍衛生衣啊 當然他剛開始起步 欸 但是偷偷告訴你們一個消息 捍衛生衣啊 雖然剛開始起步沒多久啊 但事實上他已經貢獻漢遜啊 存益啊 是 一千一百二十萬啊 哦 是 那我想生衣產業啊 大家都知道 初步啊一定都是賠錢的啦 是 你能夠貢獻存益啊 就代表他真的有 有料的啦 是 他已經有貢獻 漢遜集團啊 一千多萬的營收了 是 這是存益的部分哦 是 那也就是我個人認為啊 因為漢遜確實 除了他在會途卡 這個部分啊 當然他是No.1非常強的 我們未來不管是元宇座 虛擬貨幣的部分啊 你大家拚命挖礦的 大概都需要他啦 是 大概都需要他 那既然 明年度後年度 他成長速度還是非常的快 那再加上 深衣這一塊 他已經在步入到 第一步已經跨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後續啊 是也可以大家值得 大家去期待的 這個產業 所以說Ken哥今天我們所介紹到 板卡族群就是 未來的一個成長趨勢哦 對 那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Ken哥啊 今天針對板卡族群 幫各位所做的介紹 大家如果對本期節目 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直接加入 Ken哥的LINE8來做詢問哦 Ken哥的LINE8是 小老鼠PFC558W 小老鼠PFC558W 任何的問題 馬上來做請教 Ken哥只要有空 都會親自來做回覆 如果觀眾朋友們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幫我們的頻道 訂閱 按讚 以及開小鈴鐺哦 來節目的最後 我們就再次來謝謝Ken哥囉 我們來謝謝Ken哥 謝謝 謝謝大家 那麼這一集啊 Ken哥理財秀 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們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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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